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,今天是2022年9月14日,又是美好的一天,这是林小河谈投资理财的第361集,现在是上午10点13分,来看一下国际股市行情。 昨天美股跌蛮重的,道琼收盘跌1276点,NASDA跌632点,今天亚股一片绿油油,台股现在跌221点。 不过现在美股其实是涨的,所以通膨利空,是不是反应一天就没了?美股涨涨跌跌,其实就不用太担心,对不对?美股一下大跌,一下大涨,然后又大跌。 你想做短线,一定很难做,你很难去猜晚上的美股会涨还是跌,因为说变盘就变盘,连金控那么优秀的投资团队都常常在猜错方向的,你猜不准也是很正常。 投资基金其实是要快快乐乐,轻轻松松,不要烦恼太多,得失心也不要太重,尤其面对这种大涨大跌的情况,你心情如果没有调适好,一定会患得患失,涨的时候当然高兴,那遇到大跌的时候怎么办? 我还是觉得定期定额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方式,你坚持扣款就对了。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,下集再见。